炖牛肉时,直接下锅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软烂入味 跟豆腐一样嫩 水中加一勺盐 一勺白醋搅匀化开 再把牛肉放进去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起到去腥的效果 牛肉会变得很软 也更容易熟 还能泡出血水和杂质 接着,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煮出血末 切记,牛肉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千万不要用冷水 只有这样炖出来的牛肉 才不老不柴,不塞牙 然后再放入锅中煸炒 炒出牛油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还不腻 再放入葱姜,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 就是加一包这个黄焖酱汁 还可以做黄焖鸡 黄焖排骨,黄焖猪蹄 都非常好吃 炒出姜料的香味后 加一罐啤酒 有条件一定要加入开水 小火慢炖40分钟 再加入几块土豆 继续炖20分钟 最后加点蒜苗 大火收汁 就可以出锅啦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黄焖牛肉 软烂入味 特别下饭